好了,随着主裁判张磊的一声哨响,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开球了 深圳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作为客队穿着橙色比赛服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是从电视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攻 颇具实力的阵,但是真是斗转星移啊 哦,好球啊,深圳的机会 郑达伦 啊,郑达伦插上左脚,对脚兜射,好像出球出 瓦卡索,瓦卡索自己带球向前 瓦卡索,这条射门极具威胁 来自加纳的中场后腰瓦卡索自己带球了 你看他既有速度又有体能 当然就是身体的强壮度也是他的法宝 这是刚才瓦卡索的 刘洋是山东鲁能的清讯出品的球员 出来的北京人和有个效力 来看看这个脚合根磕球 还是强到了身位 不过守门员董春宇这次立功了 大门又是董春宇 董春宇连续两次的扑就力保 深圳队的球门不失 算是非常强的 也是来自荷兰的前锋 朱可夫的转移球 赵洪略 赵洪略 连续摆脱赵洪略 横向摆脱之后的右脚的射门 老乌苏 这一下多亏周欣回来 周欣必须得帮一下张远 但是周欣在进区里面又把球传给老乌苏 再打门 洛卡迪亚呀 这一组攻防错进错出 周欣脚下打滑 支撑脚打滑 这个球又还给老乌苏 老乌苏 老乌苏啊 这个是霸王硬上攻 头脚打起来 投球攻门 球进了 苍州队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进球的是王鹏 进球的是王鹏 也是王鹏本赛季的第三例联赛进球 赛已经来到了第75分钟的时候 王鹏这个点拿得非常准 这个是 你看 黄紫义在退防的过程当中 他对球线判断是有失误的 他的起跳 没能顶到球 这个 在这种定位球防守当中太要命了 老乌苏 是个李宁 徐浩峰的转移球 在这次进攻结束之后呢 裁判员张磊 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样呢 在一个酷热 非常闷热的一个夏日的夜晚